新年快樂 新年好 新年好 今年第一次做節目 茶餐廳本來很熱鬧 我期待 不過今天很難得不用戴口罩 我們三個都不用戴口罩 因為天國一方 現在香港突然很緊張 因為Omicron怕有所謂社區爆發 香港有一城 有一間餐館 望月 對 望月樓 現在真是 只有我看字 說20日前會正式宣佈 你不打針就無法去 不去的地方就數之不盡 我問過一些朋友沒有打針的 他們健康的理由 他們說這次真是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現在的解決辦法是甚麼呢 就去看醫生 說過去年年初醫生好生意 不得了 因為你要打針 檢查一下自己 適不適合打針 於是每個人都去檢查一下 就甚麼病都出來了 醫生就很好生意 檢查的好生意 體症的更加好生意 因為一發不可收拾 找到自己原來全身都沒有病 打針後要醫很多事 因為這次也是 就是那些沒有打針的人 現在千方百計找醫生 問有甚麼方法可以打針 即是他們 譬如他們要事先打另外的針 或者吃另外的藥 來確保其他病症沒甚麼問題 不會受新冠病毒疫苗所影響 先打針 或者先做了預防功夫才正式打新冠病毒的針 說不說切二十號之前做完 或者檢查完 都不知道 不過現在第一 排隊去打第二針第三針的人 真的多了很多 排隊去驗身 準備打第一針的人又很多 那些多數都是 唉 不應該這麼說 不過事實就是老有殘兵 過去兩年都沒有打 當然有個理由 但現在都要被迫打了 所以這句就是 今年第一件事 香港正在發生的事 隨街都是人要是打針 要是嚴身 而以備 即是不妨之衰 第二件事就是 你們看新聞都知道 《眾新聞》也是年一日宣布結束了 四日結束 四日結束 但他宣布的一件事就是 選了一年開始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對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提醒 未來的一年 香港人有中國人也好 我朋友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我們真是 對新的一年很有希望 因為可能農業社會 以前 冬天之後 迎接新的一年 迎接春天 甚麼過去不好的事 大家都拋瘡腦 這是傳統的教導 傳統的智慧 但今年一開始 我想我們都是 要面對目前或將來的 未來的一年 都要小心步步為營 所以大家互相祝賀之餘 亦互相提醒 要加倍小心 無論是疫情也好 無論是其他事情的發展 我先說這兩件事 你們兩位在那邊的心情是怎樣的呢 新的一年 有沒有甚麼感想 首先我要代三環市的 自己有 因為我這幾天都 由立場開始收了很多問候 那些問候都要傳遞一下 因為三環市自己也擔心 哎呀這100點 那個去留問題 我現在遠赴三環市 我只可以代大家向這100問候下 所以暫時來說 我們都會並肩同行 另外我這一邊 反而我也想說 看回香港的新聞 今天也提到很多WhatsApp 有些流傳 那些流傳的確是令到大家緊張的 究竟是不是那些 封關 各樣的東西 升級之類的那些 相對作為一個我新移民 美國這一邊 其中一個與病毒共存的國家 好了 剛剛過來的時候 朋友都未有新的一個變種病毒的時候 都沒有那麼厲害 大家都很警告 或者是出遊那方面 好像社會是正常的 即是一宣佈了與病毒共存 好了 那些飛機正常 內陸的行程好像是多一點 即是去到11月 即是未有新病毒的時候 大家都 get ready 來個好的聖誕假先 這樣 那我們這一邊 我的朋友 我甚至是家人 是本來計劃的那些旅程 全部取消了 即是在聖誕之前 全部取消了 有些朋友繼續去 那出現的情況 真是我身邊 我不敢說 因為報道上面 即是這邊不停創紀錄 即是感染的人數 我身邊的人 都真是接近的 真的受到病毒的感染是多了 即是身邊那些 即是中招的人多了 中招的人多了 當然要問候他們 有些去了加拿大 有些過了英國 有滯留 有些人那樣 多麻煩 我覺得今次 即是臨過年 這一次 即是聽到 即是當年擔心 即今天我也繼續問候 那些朋友 怎樣 情況如何 所以氣氛相若 都是這樣 即是朋友 或者旁邊的人 如果真的有人中 之後 心情很差 只有一個過年的氣氛 新年 新年首先問候一下大家 最重要是保重 另外 一件事 越是這樣的時期 我相信我們大家應該 越冷靜去想一下問題 包括自己 好像剛才KT說 打疫苗 我早就鼓勵 無論是哪個地方出產的疫苗 無論它的作用是非常之大 還是求什麼期 這樣也好 打疫苗是一個 當時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一個群體的保護措施 很重要的屏障 也是一個基礎 但現在隨著這些病毒 慢慢慢慢的改變 不是我們自己搬龍門的改變 而是事情正在改變 我們只能夠跟著它 去做一些應對措施 那你會看回 現在好像香港 再叫這麼多人去打疫苗 可以叫做 包括國內西安 或者其他地方 它的疫苗 你先不要說疫苗有多少效 它的疫苗的接種率 已經達到99%多了 90%多了 即是這麼高 美國也好 包括日本 包括其他地方也好 它現在新一輪的病毒爆發 它依然面對的一個數字 就是它的接種率其實不低 即是說 現在的病毒 成一個趨勢就是 它越來越容易傳播 但是用於病毒學的角度來講 它也都是殺傷力 重症是越來越低 於是這個時候才應該想想 我們應該是好好地 通過這個時間 好好地規劃一下未來的 還是在這個時間還繼續大量強制性 我講的是強制不是自願 是強制性地打一大堆疫苗 如果你的疫苗是對最新的病毒沒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的話 你打它來做什麼呢 這是我們自己要想的 想了這件事 才再去想 我用不需要找醫生開紙 我用不需要看醫生 當然很多人說 不方便 或者擔心 或者整個 有時想一下 不方便 或者擔心 等等 一堆不安的情緒 那些安全感的丟失 是來自於什麼呢 我前天看了一段網絡的文章 就是一個北京的女孩在日本居住 她寫了一篇文章 她說這裡沒有風聲 這裡也好像沒有什麼人理你 這裡什麼都沒有很特別 但是她在這裡找到安全感 其實我們現在形形異業很擔心的 就是沒有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構成有很多一種自由度 包括你說這裡不可以 那裡不可以 包括一些封閉 封了一天 又沒有東西吃 各種的不安 她已經不是對於病毒 或者對於這種病的不安 而是一個心態 兩年長時間 將一個人整個的神經 緊緊地拉著 拉車到最巔峰的狀態 我不敢說很容易癡線 但是真的很容易 在思維上 會很容易出現一些判斷的錯誤 我覺得大家輕微冷靜一下 還不是放鬆一下 然後再想想自己應該怎樣做 你剛才說的發人心醒 那段 最深印象就是安全感 這三個字 為什麼呢 現在安全感跟很多東西有關 跟信心 跟我們社會的應對 我記得 你覺得有什麼方法 我們可以提高一下我們的安全感 分享一下這方面你的經驗 會不會是 各個都不是很一樣的 但是安全感有自身的 有外在的 我記得剛剛說到 就是輝瑞 這樣它研發了新的疫苗 它也都向全世界公佈 這個我也是挺驚歎的 這件事就是一間醫藥公司 它最希望的公司 當然是賺錢 但是它都竟然會說 只要美國聯邦藥品藥監 還是藥什麼 反正那個部門 只要通過了它的話 它就會無常 第一時間同步 將所有的配方給全世界 就是全世界藥廠 你可以按照它去生產 這個對最新病毒是有效的 這個藥不是疫苗 是藥 這個我本身已經挺驚歎的 就是說這個所作所為 咦 跟我們印象之中 純商業的行為是有很大不同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外部日本也都有新的疫苗 和新的藥品出來了 很多好的消息不斷傳過來 殺傷力越來越低 起碼讓自己不要那麼害怕 這個人來自外部 自己控制不了 就是我們發明不了藥 但是到自己來說 就真的要重新看看自己的能力 包括自己這個行業 我還要不要轉行 因為很多勤勤狠狠 辛苦了一輩子的人 在一個行業裡面 心耕 我們說他花了很多時間 很多精力在裡面 但是你不捨還不捨 現實就是這個行業可能疫情之後你就會接賣了 那為什麼很多人安全感的來源 丟失的原因就是 我不知道怎樣 我不知道一停了 甚至他不是很想疫情停 他是不想面對現實 就是一停 死了我走出來 這個行業沒有了 或者不輪到我了 我被人洗牌洗走了那隻三仔四仔 可能是這樣的 所以在還沒真的回歸到很順暢的社會運行的時候 就看看自己如果真的出來的社會 我先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如果沒有做一個事先的準備的話 現在就說好了 按照以前的共存 大家出來 散開吧 那散開什麼呢 以後應該再做什麼 我的能力可以做什麼 或者現在坐在家裡的話 要真的要考眼光 可能很多平時都對金融 對理財 就是沒有什麼深究 或者沒有什麼興趣的路 也要想一下 我現在拿著一些銀子 現在這樣的周圍動 我應該拿些什麼銀子 可能相對穩陣一些 保值一些 我不是要發達了 我起碼保住雞腦 不要變成雞仔 這麼陰功 起碼保住這件事 我想這些是大家 現在可能更加多 自己想成功了 才可以從而令自己有一點安全感 要不然很難的 都是不安 哪怕有些人說 不是 我想完之後 我想了死了 沒有出路 我不知道做什麼 起碼你都叫做理順 在這個理順的過程裡面 你起碼還知道 我還有兩分錢牛腿 我還可以搬一下東西 或者我還有什麼 要想完之後就要去做 要不然 現在真的同一條起跑線 疫情的起跑線 一拔開那條起跑線 走啦 你出去啦 那一下東西 那你還未走得動 或者不知道走去哪裡 那這件事 也是一種不安的感覺 我想 跟自己謀劃一下 你看看客觀現實 面對自己 可能會好一點 也是的 其實這個世代 現在叫做洗派賽 來說 有很多東西其實是容易做的 的確 就業也好 或者因為病毒 而導致封關 媒體的發展 物流的運輸 其實你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一陣 第一波第二波 聽到這些 多少波 開始聽到沒有什麼反應 如果你的反應是第二波的時候 已經 開始整合自己的一些新的東西 我相信 那些年齡 叫做 再重新堆砌 其實是有些成績的 我覺得 真的 不要說是用創新 是你的思維邏輯 如何去 將你的生活再調節 再鋪排 是適合的 但是最近你說 阿彭馬你說到 大家 投資那方面有沒有辦法 你的投資又是 又是惡搞的 究竟 以前還有一個洞洞 趕快走下 不買股票 買金 或者不買金 又買基金 這是我最擔心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很多朋友 我怕他們不是病急亂投醫 而是病急亂投資 尤其很多那些騙徒 已經打著一個 叫做元宇宙的概念 現在不是很流行嗎 元宇宙 各種的招搖撞騙 去騙 等於當年新有這些 譬如比特幣出來的時候 又成立了很多其他公司 不是他成立的 外面的遍子公司 成立的那些幣 那些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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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幣 在彷徨之際 尤其很多男人很希望自己顯示家庭主公 我撐起那種男人的紅性動物的保護家國的那種雄氣 一看到有個機會 我要證明自己繼續有勇 將身家生命財產丟下去的騙徒 說什麼元宇宙 元什麼什麼 沒有那麼多鬼事 我想跟大家說千萬不要相信那些 如果聽眾的父母 尤其是老人家 不知道什麼頭什麼路 他們經常說你好 我頂些什麼去元宇宙 做什麼什麼 不要啊 我擔心的就是 在大家看不到很多出路 或者很多希望的時候 相反勇氣是會大增的 我希望大家 你相信自己的同事冷靜些 還有那些你真的不懂的事 不是你做的生意 就不要做了 那些元宇宙這麼好賺的 等那些人賺了 如果你親戚朋友的話 你便不用了 如果你真的退不掉 你一定發達的 我就借錢給你就是了 不該還 就不要叫我投資 這個是我唯一奉勸 那些中年人 慎防慎防 那些元宇宙概念 你真的語重心長 因為為什麼呢 我想現在最躁動的一批人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些 現在在十字路口 前面又看不到一個很清晰的方向 後面真的不知道有什麼負擔 會自己應付不來 回回頭 其實有兩個大的方向 第一就是在個人的健康安危 在疫情裏面 我們是否應該減低一些優患感 或者危機感 恢復多些信心呢 第二就是對前景 尤其是工作就業投資的方面 這兩者都相負相成 但是呢 我們說哪些事先好些呢 你就說了輝瑞好 其他的藥廠藥妙 甚至解藥 都陸續有好消息了 但是這件事 你們的生活如何受影響 我在香港 我覺得我們很沒有方向 現在好像突然又說有第五波來了 新一波的病毒進攻 不知道是不是會 又要再走回以前的所謂社交隔離 只可以兩個人出去吃飯 要隔多遠才行呢 因為現在空氣傳播到 隔了十米以外 貴賓房裏面都可以傳播 很恐怖 第二件事就是 傳聞又要現在去打針才去到餐廳 你打針肯有些副作用 有人有 這些如果傳出來變成新聞 大家又很害怕 整件事就是亂作一團 究竟應該先做什麼呢 因為你們在日本或美國的狀況 與病毒並存 這麼開心 這麼瀟灑 何欣剛剛聽你說 你也有親戚 中了招 當作沒有什麼 我也在這裏講過 我女兒也一家 四個人中了招 第二她大滿觀 她什麼都中了 她打疫苗已經打了四針 已經 然後自己中了 她說 打三針 中了第四針 第四針她也打了 都中了 是啊 她真的太勤奮了 她在英國打了兩針 去美國打一針 回來再打第四針 在英國 然後中了 中了就像你剛才所說 又沒事 自我隔離 在家裡 十天八天就康復了 這個是不是所謂新常態 是不是因為我們心理 或者生理裏面有這樣的準備 迎接這樣的未來 好像現在香港 好像又從頭來過 洗過牌了 剛才你們又用了這個 洗牌再來 病毒洗牌再來 現在我們面對 接下來新一波的病毒 更加感染得快 殺傷力不要說 未知之數 但是那個緊張程度 機場旁邊的病房又要開 那麼多地方都不能去 如果沒有打針 整個備戰的氣氛 比去年有過之而無不及 或者重複去年年頭的感覺 一百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